也是辽宁省的省会 同时呢 它还是辽宁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 还有旅游的中心 那么我们说沈阳的这个名字啊 它是怎么来的呢 刚刚啊 我们在进入城区的时候啊 路过一条河 这个河呢 现在啊 叫做浑河 在以前的时候呢 是叫做神水 神水 那么在大陆这边呢 这方位是怎么来论的呢 山的北面呢 我们认为呢 山的北面呢 是阴 水的北面呢 是阳 沈阳城呢 正好啊 是在神水的北面 因此呢 这个城市啊 起名叫做沈阳 大家看到了哈 我们右手的这栋建筑啊 这栋 我们右手的 这些高层呢 已经修建了很多年 拍摄的 水灵满